白羽24年最后三十天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翻盘境界来爆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反正我觉得一到年底的这个交接体验 你就会有不少的好事情 作为上升白羽的我呢 就很早发现了这个铁律 所以大家呢打出风生水起激活这个好运 12月1号呢新月会激活你的出行学习考试 要是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旅游散心 出面进行学或者制定一些目标 甚至是呃呆呆紫色的黄色的这个水晶去 汪汪自己都可以 想要去处理法律啊官司啊订票啊 也可以在此刻考定 不过这个时间刚好是水泥 然后也凡事人一波三折 比如计划遏制迟到 然后丢东西 嗯韩帮延迟 反正就是出门在外托上也行吧 2号的话职场也不会有一波意外好运 那么建议打起这个精神状态 然后去抓住这个机遇 可能会跟升职家新一新机会 大订单合作有关系 3号的话 嗯平平无击啊 可以把重心都投入到世界上 4号到6号你的脑子会转得飞快啊 那比较适合去处理多任务的这种事情 但是要小心沟通啊 不要容易跟人抬杠 这几天的话 也适合去注意跟学习 出行文字有关的事 在外的话就注意安全 小心法律纠纷有关系的是非 可能还会接到领导的大饼啊 或者是说 某些职场的比较 模糊不清的消息 甚至凡事我建议你少说热闹 避免背锅 7号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 你的命主火星开始逆行 可能会打满鸡血 但是要小心三分钟热度 如果说奔出什么新的点子创意呢 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大胆去尝试 未来一段时间呢感情大戏会比较多 尤其是跟一些旧情复燃啊 前任回头啊 这种相关的 那么单身的人就比较容易 对有断关系 就是突然上头突然下头 有伴的人你就要小心吵架翻旧账 可能会发现一些秘密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骨血的事情 虽然说暗藏激情 但是也避不开冲突 如何破局因人而立 我可以用双双火盘 或者感情跳跳频另外帮你 那么另外呢 火星它也是你们的财星 所以逆行的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去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开支 就避免为这个吃喝玩乐的游戏 感情兴趣爱好货货花掉秘密 7号的话呢 你会激活许多贵人机遇 不过一直到12号 也会有许多烦恼涌现 比如说抽行 推迟 学习停止 思想混沌 阻塞 或者是说有一些瓶颈 那也可能是某些申请 或者签证 没有办法搞下来 甚至是领导看你不顺眼 那么建议少说多做 不要当心 到12号左右的时候 就需要去平衡爱情跟友情 就避免忽略任何一番法 爆发一些冲突 然后最好的话 还要锁死自己的迷带 可能会情绪上头 兴奋过度 然后就把这个迷迷的 哗哗哗给出去了 那如果说之前有什么矛盾互惠的 你可以在13号左右去挂解 比如说跟对方的出游啊 约会啊聚餐啊 或者是沉浸式的自我充电 上网课 可能还会网络购票 买一些出行的装备 15号左右 你会开启 或者结束某一个课程行程 或者是说学习 甚至是考试 座谈会议等等 虽然说16号水逆结束 但是沟通交通 学习工作法律的这些细节 起码 还要再过个三四天 才会回复正常 所以都要补一口 18号前后呢 你要是保持好自己的心情 记得去升级常语 很大概率会在米库 事业合作感情中 做的一些好消息 但如果说你是做这个 互联网自媒体 或者是说搞直播啊 也容易在做的时候 风生水起 那么就自己把握好机遇 可能还会参加一些宴会 聚餐 然后公愁交错 就是谈天说地 那建议你积极破圈 认识一些新朋友 没准能够遇到 让你飞黄屯达的贵人 好 那么20号到22号 这个工作会比较忙 也是要去处理很多的琐事 不过好在这个21号太阳 它会进入你的这个工作宫 那么相对来说 就会让你 面得非常往目标 或者有动力 之前被压制 被困住的那种工作状态 也能够守得云开建月明 而且整个下旬 其实都是以这个事业 为一个中心去展开的 因为在年底31号的时候 还有一个发生 在你事业中的心愿 所以还不知道方向的 不知道往哪里去 使劲发力的 务必结合自己的 这个人生地图去搞定 好 那么从25号开始 虽然说这个事业 也挺有干劲的 或者有一些机遇 但是呢 也最好要奔助自己 小心这个职场冲突 沟通矛盾 以及交通出行 尤其是某些跟文书啊 合同啊 条约啊 甚至是某些 你要去汇报的PPT有关的 你一定要多检查几天 好 28号还要小心 为网络社交聚会破名 好 那就 祝你们都可以 抓住机遇 中生水期 拜拜